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转个弯看见祝福 有一位曾经演出许多经典日剧的演艺人员 名字叫做板口县二 在他2012年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右侧髋关节 有异样疼痛感 经过诊疗恶化等阶段 最后在2015年确诊 罹患了一种大腿骨 关节因为血液无法循环 导致骨头坏死的罕见疾病 板口县二经过手术治疗后 一度需要靠轮椅移动 无论是本业的演戏或是平常喜欢的冲浪 都被迫必须暂停 原本他以为休息个半年一年就能够重新付出 但由于病况的不确定性 加上孩子的出生 所以他开始考虑 是否有演艺工作之外的生涯选项 板口县二评估过自己的身体状态之后 在2018年宣布退出演艺圈 选择以咖啡烘焙师作为往后的第二人生 如今他也创立了自己的咖啡店 闲暇空挡的时候 还能拥抱热爱的冲浪运动 板口县二说 曾经因为这个病觉得辛苦 但我也因此得到了很多以往 不曾有过的收获和体会 对我来说 在工作之余 还能陪着孩子们成长 每一天都充实而值的珍惜 亲爱的朋友 人最大的需求之一 就是感受自我价值 我们需要在心中知道自己的重要性 生命有意义和自己能有所贡献 就像故事中的板口县二 在事业巅峰期 他罹患了罕见疾病 却也在人生下半场转个弯 当上了咖啡烘焙师 找到全新的自我价值 因此自我价值不该定义于他人的看法 或自身的财富或是成就 也要流行避免让那些负面的话语思想 不断地在我们脑中重复 然而在圣经里有一句话说 你是上帝手中的工作 你是上帝的杰作 意思是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 在上帝的一切创造中 上帝最隐为傲的 不是壮丽的心系 不是璀璨的夕阳 也不是难以申诉的动物 上帝称为杰作的创造正是我们 上帝用祂的形象创造我们 赋予我们的价值是永恒的 无论是你自己或是别人 都改变不了这个价值 任何人事物也都改变不了上帝 对我们的爱和高度的肯定 亲爱的朋友 我们都是上帝照着祂的形象创造的 所以全能上帝的种子在我们里面 当我们面对恐惧不安时 要记得上帝向我们所怀的意念 都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火的意念 为的是要叫我们 墨后有子王 上帝关了一扇门 就会为我们开另一扇窗 今天上帝要来鼓励你 你的价值不是来自别人对你说什么 或是自己的成就 而是来自创造你的上帝 当你相信并依靠上帝 上帝必定会带领你超越环境 翻转的人生 使你找到全新的自我价值 进入上帝为你预备的美好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赐你平安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邀请您于YouTube频道 搜寻士林林良堂 并按下订阅 领受更多祝福和生活的智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